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严寒的冬季 我们要多吃些山药 对我们的身体好处多多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山药好吃又营养的做法 口感柔软又劲道 很多人都没有吃过这种做法 接下来就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 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根稍微粗壮一点的山药 先将山药的外皮给它削去 有山药过敏的朋友 一定要像我这样 戴上一次性手套 这样的话 我们的皮肤全程都沾不到山药 就不用担心皮肤过敏了 削干净以后 用清水给它冲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 给它放在菜板上 再用刀给它拍扁 拍成像这样稀碎 大家也可以用刀来切 但我觉得这样做既容易蒸熟 而且也不用担心切到手 再直接给它装入盘中 将它抹平整 然后给它放入蒸屉 水开之后 扣上盖子 大火 给它蒸十分钟 趁这个时间 我们来切点配料 搬个大红椒 先给它切条 再切小丁 切好 放小碗中备用 一把小葱 葱白给它切末 葱叶给它切成葱花 准备准备 准备几碗蒜 先给它切蒜片 最后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 给它放入碗中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山药也蒸好了 我们用筷子来试一下 蒸的全部蒸熟透了 然后我们将火关掉 在不烫熟的情况下 给它端出来 直接给它放入大碗中 稍微给它放凉一下 然后加入一倍的土豆蒸粉 接着用擀面杖 给它捣成泥 稍微多给它捣一会儿 导致山药和土豆蒸粉 充分的融合 像这样细腻的状态 无颗粒就可以 搅韵以后 再往里面加点食盐 给它入个底味 然后下手 给它揉成软液适中的面团 揉至像视频中这样 盆光 面光 手光 像这种状态 就可以 然后我们揪一小坨 再放到掌心 给它搓成小圆球 做好之后 再用小拇指 给它搓一个小窝窝 做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再来示范一遍 给它揪一小坨 放在掌心 搓成小圆球 然后用小拇指 给它按压一下 揪一个小窝窝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剩下的面团 全部给它做成小窝窝 做这个窝窝 我们动作一定要快 姿势要帅 如果做不快的话 可以全家总动员 不然的话容易干裂掉 干裂的话 做出来就不易成形 煮出来不好看 全部做好以后 给它摆入盘中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 锅中加入多点的清水 开大火 给它烧开 水开之后 下入山药小窝窝 下锅煮至定型以后 我们要不停地给它搅动 防止粘连到一起 全程给它开大火 大概给它煮五分钟左右 煮至像这样 全部漂浮起来 哇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静音剔透的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 接着我们给它捞出来 放在凉水里面 给它泡凉 这样吃着口感 会更加劲道 泡凉以后 给它捞出来 控水 咱们一字信 也可以多做一点 给它放置冰箱 冷藏 想吃的时候 随取随老 这个小窝窝 搭配点配菜 可以给它小炒 也可以红烧 来看一下 真的是非常的柔软 Q弹 劲道 接下来 将锅烧热 下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下入棕白和蒜末 开小火 煸炒出香味 煸香以后 再把红椒粒给倒进来 随意的翻炒两下 接着再往里面 加入一包宝宝爱吃的 生扇虾皮 然后继续给它翻炒出香味 加点虾皮 既能补盖 还能提鲜 炒香以后 再下入一勺 红油豆板酱 给它煸炒出红油 亲爱的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能否伸出你发财的小手 给阿剑点个赞 或者评论转发一下 你的每一次点赞和留言 都是对阿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 一直对我的支持 炒出红油以后 再往里面 加入一碗清水 然后给它搅动搅动 开大火 给它煮开 烧开以后 把山药小窝窝 给加进来 然后给它搅动搅动 让山药小窝窝 泡在汤汁里面 接下来我们简单调味 下入一小勺食盐 少许的胡椒粉 一小勺松茸鲜 再来一小勺生抽 再给它翻炒均匀 使山药小窝窝 充分的吸收汤汁 哇 看着就非常的解馋 真的是好看又好吃 非常的有食欲 这时候我们开大火 给它收下汤汁 汤汁不多时 我们再对点薄芡 然后继续 给它煮至浓稠一点 芡粉也不要勾得太多 像这样四有四无 就可以 一道非常好吃的 红烧 山药小窝窝 就制作完成 出锅的时候 我们再撒上性感敌人的葱花 给它点缀一下 好了 关火出锅 每次家里来客 做上这道美食 朋友都对我赞不绝口 真的是太鲜 太香了 这样做的山药小萝卜 真的是非常的柔软 口感也是非常的劲道 特别的Q弹 非常适合家的老人和孩子 如果你也喜欢 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